DMU DMU 2800型 2900型 還有3000型 從今天從樹林發車之後 到達花蓮站 就走入歷史 首班車6666次 是DMU 2800型 那這個是在1982年出廠 總共有45輛 那第二趟的6688次 是2900型跟3000型 混邊的一個列車 那這個2900型是1986年 開始投入營運 那總共有15輛 那3000型的這個 DMU 3000型的是在1990年 開始投入營運 總共是81輛 那都行駛都已經超過30年了 那在今天呢 走入歷史 那未來呢 這個會用我們新的 3000型的自強來替代行駛 那這個車廂呢 啊 未來 大部分應該都是會 做 報廢啦 那 除急 那 有部分可能會作為這個 啊 動態保存 這個是啊 它的首日票 6月1號 嗯 那這一個呢 是那個時候的報導 那時候的報導 但是這個報導 大概還有一個是 後續是10月1號 10月1號 10月1號呢 是從花蓮開行到台東 嗯 所以就拜託你們更生日報 回去調一下 71年的 10月1號的前後的報紙 好 有沒有開行的這一段 把這一個歷史的 補上這個報導 好